各位观众老爷们 激动原新的时刻到啦 那现在我是在去City PS5的路上 之前就已经在索尼官方直行店预定了PS5 那今天就是提货的日期 那因为之前加入了一个买家群 群里面的群友们都非常非常的躁动 因为我们本来是说好10点钟去提货的 然后现在才9点30分左右 现场就已经有好几十号人在排队等候了 都不知道接下来我去到现场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一个场面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我们要现场开箱 我们已经来到了门店啦 好了 我们可以了 我们开那边 看看现在里面有多少人 六十六来这里 是啊 六十六个人啊 前面有六十六个人啊 好多人啊 感觉我可以出去外面喝个茶先 已经有小伙伴拿到走人了 偷偷去瞄一下 哇 激动人性的时刻 所以他们到底是有多早来到这里 才能够整点10点钟的时候 就可以开一下宴户了 我是66号啊 66号 看一下后面的人群 这里面还有好多好多人 2Hour's Later 现在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还有十个好 走到我了 66号 06号 66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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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这应该是一个女生 不会 你头痛吗 现在人家全新没有拆通过 现在帮你打开 检查一下预见 然后主机的话 你看一下还在里面 没有可以来 到时候是有一个奖品的 就是100名城有的 然后的话 现在我们没有到现场 所以的话 你看一下是 到时候后来取呢 还是说快递 不是有一个什么 那个徽章什么的吗 你要自己做就可以了 谢谢 上市纪念 然后这是一个卡片 哇还挺好看的 看到没有 他现场还可以 就是回答问题 就是等同于有一个小互动吧 然后我抽到的两个小东西 你们看一下 多功能高 这是一个微博 等一下回去给大家拍一个视频 就是直接开箱的一个视频 OK 接上一个画面呢 我已经把这个国航PS5带回家了 既然事不宜时马上开启开箱一试 这就是刚刚在现场的时候有给大家拆箱的啊 我先把它都拿出来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边是长什么样的啊 这一个就是妥妥的国航PS5包装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正面的话就没有什么区别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 背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会比较能够体现的到国航PS5 标签的东西就是它这边全部都是用简体的中文字写的啊 呃这边有一个PS5的手柄 手柄一枚 手柄的TEC的一个充电线 这个是一个电源线 两脚插头啊 因为像其他版本的话呢 肯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插头 这里有两本说明书吧 PS5专用底座 有了这个底座之后呢 你就可以啊 就是根据自己的喜爱 竖子放也行 横着放也行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啊 这是一个HDMI线 配件包的话呢 就大致是这些了 看一下主机 登登登登 我跟你说 这个在箱子里面还是挺沉的 先把盒子 八角尖尖的放好 极简包装 有点太沉了 我得轻一点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机的线条 其实这个线条感呢 感到有点小蛮腰的那种 窈窕淑女的感觉啊 做一下对比 就外观而言的话 大家会更喜欢哪一个呢 喜欢这个的话可以抠个一 喜欢这个的话可以抠个二 给大家来一个全家福 这就是我今天洗涤到的PS5啦 接下来的话呢 给大家就是连接到电视上面展示一下开机 那做了基本的设定之后呢 就来到了登录账号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来喽 这里的话呢除了可以手动输入账号以外啊 还能用APP扫码登录 那如果说你之前呢有其他主机的资料啊 需要还原到这台机子 也是可以通过备份还原系统来轻松实现 最关键的信息呢就收到这里了哈 不多说不说都自己感受感受 虽然这个PS5呢已经发行了挺长的时间啊 那国航今天是第一天 还有很多的问题相信大家还是非常想知道的 但是我现在不打算回答任何的问题了 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稿了 就是这么臭不及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